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定 看到标题 大家都知道了 刚刚拍完147的视频 那个阳光有点太大了 我把窗帘给拉了一下 那现在这个希望你们看的会比较舒适一点 那四支笔我会做一个笔键对比 因为很多人一直问我说149和146的EF键到底有没有出息差别 那这支是我买的 有时候有些人品好 那会买到更细的 那我这次反正就给你们尽量做个对比吧 因为我不敢买二三十字 然后写给你们看 因为还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墨水啊 你用年轻大的墨水 它干的嘛 你用干的快的墨水 它注定就是写不细 除非你那个词就是说防水性也非常好 就是不怎么吸水 那首先这样子我就非和不多讲 我就直接试写吧 你们这样子会比较简单 呃 首先一写的话应该是我不太能认错 我真的要拆了 就是打开一下笔键我才知道 看一下 呃 行 我先放一遍 把笔键拿一下 那第一支先这样子吧 那一个 万宝龙的149啊 149的话 啊 能看到 好 那因为要几支笔 那我镜头有限 那我就就写这么点 然后来给你们去对比一下 那我觉得149跟146的一个笔键 我可以跟你们去对比一下 你们能看一下啊 呃 对 现在阳光好多 你看到笔键的大小差别 其实还是挺大的 那这只是14k的 呃 这一支是那个 现场的 那能看到夜间来讲的话 我这只显得比较细啊 我应该啊 我应该拿来自 a 右标 我看一下是不是 我看一下是不是这只啊 啊 这只a 右标的 故意弄一个玫瑰间 然后好分一点 呃 你看 这一支是那个a 右标 能看到就是说 打磨方式 差别是不是很大 刚刚那个ef jen 5代的刀锋打磨 那跟这个现场的方形本地打磨的话 你看到就是 都前面显得都比较细 那现在我拿这只来书写一下 可以吧 好 那书写完了 现在给你表现 因为 呃 有可能是贫困问题 那你看到我现在现场的啊 我写一下这个是 6代 那 这个我写一下 那能看到其实 呃 149 你哎 抱着 这一支是 搞错了 搞错了 抱歉吧 这一支是那个m间的 6代啊 那能看到就说 首先它的一个 粗细粗细差别了 我们先这两个来对比一下 同样ef jen的话 能看到149是明显偏出的呢 墨水都是一样的三支笔啊 我们我说除了那个 147是catelage以外 墨水都是一样 那个白利金4001 反正爬格子没什么压力 但是因为149笔尖比较大 那所以说它的一个空间来讲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难 而且笔尖比较大 龙相对来讲 比较容易弯 呃 就是说 韧性比较强嘛 那所以压下去的时候 笔尖会差的比较开 那相对来讲就是说 呃 他笔尖也是比较粗的 然后再下来的话 这一支是刚刚的 呃 哦 不是 这一支是16 有时候 万宝龙买146 149 两支就够了 不要太多 好吗 呃 这一支是五代的啊 147 好 那书选完以后能看到 蓝色可能有点难对比 这个比较抱歉了 因为我是万年黑色控 因为这个是刚好人家送了一颗那个 施耐德的那个caterage 然后呢 就对我就拿来用了 刚好想试一下他能不能套用别的caterage 嘛 一四七柠檬 我讲过 那能看到M件 我这一支是偏细的M件了 我不知道我149是不是偏粗了 但是明显能感觉到 它说M肯定比 EF的要那个粗 那这个肯定的 我这样放进看点可能比较明显 那 我M件肯定是偏细的 这个这个是必来的 正常应该会再粗一点 也有可能是我这个墨水 比较难干 那 我平常用4001的话 它干的比较快 施耐德这个明显能觉得就是说 干的比较慢 那这是一个影响 所以说它写 写起来显得比较细啊 好 那这一支是最后一支的一个 呃 是吗 是不是 我呃 这个不是 不是这一支 不是这一支 是吗 我不太确定 真的 真的 我还是要拿回去那个来拿另外一支对比一下 哦 可以 可以 对对对 啊 玫瑰金 玫瑰有时候比尖颜色不一样 很重要 呃 好 那这一支也是五代的 好 那大概四支书写完以后 我觉得 先不要看字 我先把那个 啊 这一支是149的那你们让我分一下我的那个 呃 对 笔帽 这一支 好 中间呢 这个 OK 左边147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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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我们看到左边的是147的M尖 然后下来是 呃 中间的玫瑰金这一支是现场的EF尖 以及五代刀锋打磨的一个EF尖 那三支都呃 反正这三支的话就是146 那你们看到首先就是 呃 中间的一个 是最细的吗 现场的 右边是刀锋打磨 那虽然都来讲比较容易出风 笔件上面就是看前面那个简单我没有放大镜了 这个比较抱歉 呃 这最左边就是M尖能看到 出细那肯定有不一样的 那我给你们看一下侧面 尽量 三支笔有点不到哪 OK 能看到吗 左边的比较圆 中间的比较平 那最后边的刀锋打磨 哦 能明显看到了吧 就是一个小刀锋打磨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下来就是这里了 笔件啦 中间EF 基本上是最细的 左边M 右边的五代EF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就先把笔给收一下 然后再跟你们讲一讲那个 EF尖 再讲讲对 那你们看到就是说 笔件的打磨 白利金的 我做那个 海洋 海洋漩涡 那个人跟你们讲过 就是说他本地前面 他是双人往内玩的 那万宝龙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往内玩 他就 一个这样打 这样打 然后 左右倒 这样子 然后中间切一刀 他是没有往内 就再打磨一下的 所以说他的笔件都会比那个白利金的细 但是你现在看到就五代 他是刀锋打磨 容易出风 所以说他肩一定是比现场的要出的 现场的话基本上是放进本利嘛 那 不容易出风 但是 好处就他会比较细 那M肩就不用说 但是我写最顺手 其实是M肩 因为M肩的话 出莫难大 你想 我现在写的比较急 正常写的话 你刀锋这种就 你看这个肩 那比较容易出 那M肩其实也很容易出 只是说啊 没有 没有什么任何去写 或者 对我资本真的不好看 这是实话 对 那大概就是说四支笔的差别在这里 可以给你们做一个参考 那你们根据你们的需要 可去选一支 那个你们 合适的一个笔尖 反正就是最细的 容易出风的 最 怎么讲呢 呃 不能系 但是就说他相对来讲 比较万人 又人出风 然后又人写的很滑 对吧 因为这三支都是有阻尼杆的 但是这一支是没什么阻尼杆的 差别就在这里 1495和146 第1个笔杆差别 笔尖的差别 我觉得可以去慢慢适应 但是笔杆的差别 你是很难去适应的 像我最喜欢百里金的M205 但是他真的有点太细了 有时候 对 那所有的那可以慢慢看那个字机 或者我这样子放大一点 你们可以暂停看一下 大概这样子 对 好 那就 今天就到这里了 那有什么问题 那个留言给我 或者是 这只字笔 因为派网我就收起来了 因为用不了那么多 那可能就是放到仓库那边 那基本上 没什么必要 我就不再拿出来了 对 好 那就或者有什么问题的 你们下面留言给我 或者帮我补充一下 那到这里 就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